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几名现场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上涨了76.16点 收盘指数9760.88点 涨幅0.79% 不过成交量只有萎缩到962亿元 而OTC市场则上涨了1.65点 收盘指数是125.46点 涨幅1.33% 成交金额285.60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财经专家 黄世聪黄总监 昨天台北股市上个星期五的上涨 不过量并没有跟上 显然出现了一个观望的走势 再加上说美股在星期五的时候大跌 而美中之间的华为纠纷 恐怕有升高的迹象 要怎么来看待 我们都认为说 可能全世界股市 就是被一个人控制 那个人就是川普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他说的话或是一举一动都影响到全球股市 而且是影响非常大 我们再回想一下上个礼拜六日的时候 这个美国跟这个 也就是说11月底跟12月初那个礼拜 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达成一个 这个时间的暂停交火的这个协议之后 你看礼拜一全球股市都大涨 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 就没想到呢 一直到了这个 接下来到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是急转直下 包括说像这个后来宣布说 逮捕了这个华为的公主之后 你看整个全球股市 几乎是一卸千里 那加上说美国股市 周五公布一个这个就业数据是不太好的这个数据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道琼几乎是快跌了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道琼跌了非常非常多 本周大概上周大概跌了几乎是1000点左右 那尤其上礼拜五道琼跌了558点 那除了道琼跌558点 里面有几个内涵 我们看的真的是非常 觉得非常担忧 第一个就是跟台湾非常相关的苹果 苹果的股价跌到168块多 那也就是说呢 它已经跌破了170 那跌破170是什么意思呢 跌破170的话表示 它一个170以上的头部已经出现 那这个如果头部出现 然后没办法站上景线 它的颈线是170 如果站不上去 甚至再往下跌的话 那告诉你 苹果这个头部形成中期整理的趋势 还是持续之重 那因为苹果占我们全台湾的股市的权重 苹概股的权重 约莫是30到40%左右 所以它只要一不涨 它对台北股市的压抑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个礼拜的 包括说部分的苹概股 像大力光 像红海 其实表现得也不太好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警讯 那第二个警讯是什么 第一个警讯是跟台湾最相关的美国棋子 美国四大棋子中间的一个 也就是肺半 肺成半导体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整个道琼目前它的年限还是往上扬 它虽然说是在年限下 但是年限是上扬 它只要站上年限 还有机会维持多头 但是肺半目前是真正的跌破了所有的均线 而且年限是盖头往下 它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就是肺半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头走势 那如果肺半走入一个空头走势的话 那么对于全台湾最重要的半导体股 这个以台积电为主的 包括说像金元代工 封测 或是说像低润等等 这个会压着台北股市喘不过气来 所以这是两个不好的讯号 这个台北股市最重要的两大属群 平盖跟半导体都被美国股市空头走势给压住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再来看 今天大家可能要留意的就是中国股市的表现 为什么要留意中国股市 因为中国股市在这一波的反弹之中 它其实也反弹的不够强 那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因为说 因为他们是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首当其冲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 中国股市在这一波的这个 这个从低点我们以上证为观察指标 最低点是2449点 但是它弹上来 它始终没有弹过这个月线这一条线 也没有弹过季线这一条线 那尤其是季线目前是还是盖头反压 那它一直没有办法穿越过季线这条线 那尤其是这个礼拜五美国又中错咒 今天我们观察中国股市的反应 如果中国股市再往下压 尤其是我们先观察 他们之前的前波的低点 约莫落在2550点这个位置 如果假设不幸又下去的话 那是不是会再来测一次低点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跟台湾股市最相关的瓶盖 还有包括飞班都是这样的走势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参考指标就是中国股市 如果这三个同时都往下压的话 那当然台北股市你说这个空间大不大 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空间 所以就指数上我认为空间非常小 那当然往下打的时候呢 因为台北股市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所谓的殖利率是高的 所以你在往下打 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中期买盘会愿意进去 所以我觉得9400我们再观察一下 是不是应该还是有一个支撑力道在那个地方 就上一波的低点 对 10月26号的那个时候的低点 9400 对应该还是有一个这个相对的支撑力道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上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这个上礼拜一的这个上涨跟礼拜二的时候 它有一点点要点到这个下降的季线 但是始终没有点到 点不到 对就往下了 所以看来它还是受制于整个这个头部形态跟整个季线的压力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容易往上冲 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季线 季线目前是在10123点 如果能够越过去那当然是比较好 那如果越不过去的话 可能就会被季线一直压制 那下档我们先观察9400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区间上下 那当然因为这个礼拜的这个利空消息比较多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看来是往下震荡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每次美股利空来震荡的时候 都是彻底去整理一个这个底部的一个时间点 那当然这个是从这个目前的局势来分析 但是如果从过去的统计数字来分析 我曾经在节目一直讲 12月其实是收红的几率最高的一个月份 就是如果以这个周线来 以过去经验而言 对 以过去经验而言 以月线来看的话 12月份收高的几率很高 那12月份的这个开盘价 是在10148点 所以如果从过去的统计数字 假设是八成以上的话 那是不是有机会会翻过去 这是过去的统计数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封关的这个收红的几率 就是从这个现在到收红的几率的话 过去也有大概七成左右的这个几率 所以其实是有机会再往上攻的啦 但是当然还是要全球股市来帮忙 那尤其是其实过去我们都说了 这个投资的话是10月底买 那隔年的2月卖 那所以就目前为止的话 今年的10月底买 刚好是10月底刚好是最低点的位置 那到这个隔年的2月卖 目前都还是似乎是可行的 所以我觉得往下跌的时候 其实不用太过于 不用太过于认为说 这是一个偏空的格局啦 我觉得现在的资金啦 或是现在整个行情 虽然整个景气虽然没那么好 但是资金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往下打的时候 还是可以折优布局一些股票 还是可以留意的 所以当然有一些国际上面的 一些指标显示好像有点不乐观 一个是苹果 苹果如果占不回170美元的股价 它现在168嘛 如果占不回去的话 要小心注意 然后第二个就是非诚半导体 现在几乎是均线的盖头向下了 所以再加上美国的S&P指数 已经出现了死亡交叉 这些国际股市如果出现了大状况的话 那台湾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独抢的 然后入股的状况也要注意 不过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总结你还是觉得 最低应该不至于跌破9400 但是如果跌破就要注意了 那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那9400到1万点之间的来回整理 还是比较看好的 是 没错 那可是个别呢 因为我们刚刚虽然提到说 集中市场到现在 好像都站不上季线 但是电头市场是 这几天虽然下跌 可是都还是 就算拉回也都没有跌破季线 它是站在季线之上的 是的 跟上市集中交易市场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中小型还是比较好吗 怎么看待 我觉得是个股表现 就是说如果你以这个 目前的指数来说空间不大 但是个股会有表现 为什么 第一个 这个法人跟这些投信们 他们要布局第四季 或是明年的股票 尤其是年底有个作战行情 那加上说集团股 它其实有个年底作战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 我之所以会认为说 下党会有支撑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就国内的法人 或是国际的法人 会有作战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会去撑这个指数 那所以我认为说 有几个族群大家可以留意 第一个是PCB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PCB 尤其在过去两年 几乎是产能增加的很少 那尤其是中国大陆那边的PCB 产能一直在减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 上礼拜五的话 这个3037的星星 或是这个8049的 这个8046的这个南电 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PCB的族群 星星南电 或是4927的太鼎 4958的真鼎 我觉得这个值得留意 您的PCB有特别挑 是车用的 还是电脑用的 还是手机用的 这个比较偏向是 这个手机用的这一款 那尤其是有一些新的应用 像AMD跟这个南电 他们有5G 他们同时有AMD的概念 这个是比较多重概念 那另外一个就是5G 就必须是跟AMD合作的 对 那5G也是一个可以留意的 5G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5349的新星 或是4909的新复星 还有2379的瑞誉 可以留意 为什么 因为其实5G的市场 商用 具体商用的时间 明年的话 美国 韩国 日本 都会有这个行动商 要开始上线 适用 但是真正会大幅的 使用的时间 是落在2019年的下半年 之后会开始慢慢的 比较快 所以台北股市 要摆脱下一波的 要有下一波的行情 要有5G手机出来 才能够带动新的应用 所以真正大行情 可是落在明年后 明年之后 那所以 但是5G里面来说的话 是基地台先行 所以这些 我刚才讲到的 都是跟基地台相关的 一些股票 我觉得这是值得留意的 所以基地台优于光通讯 对 因为基地台是设备会先行 那光通讯的话 主要是因为 最近的这个华为的事件影响 因为我们国内的光通讯 大部分出的基地台的量 都是出给华为 所以这个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费电子股里面来说的话 巨洋 身心 这些纺织的概念 因为他们即将进入旺季 我觉得这个类股 我觉得也是值得 这个在费电子股中间 值得大家留意跟注意的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财经专家 黄世聪黄总监